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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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对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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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好厉害啊 我这个记得特别熟 但是后边我看我能背下来啊 天胎四万八千丈 对此遇到东南清 然后就是什么 哎呀你看下边就记不住了 提我一个字 我欲 我欲因之梦无悦 一夜飞渡静胡悦 这个我当时上学背的我可费静 胡悦照我影 送我至善息 卸宫宿处 卸宫就是当年的这个说谁啊 卸宁运呢 卸宫住的地方现在还在呢 卸宫宿处今上在 鹿水荡漾青云堤 九灯卸宫机 深灯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机 这是最熟的 然后什么千言万转路不定 梅花已实 忽已明 对不对 背的 对对对对对 老师拿着原文看着呢 在下边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熊袍 熊袍 熊袍龙音 引言权 重申袍 再下一个字是什么 厉 厉身林熙精层颠 对厉身林熙精层颠 实不厉吸追不适 不是被错了 这 串了 你不是这个字 你又串了 这是楚霸王的那些 霸王别急了 不是 不不不 你就下一个鼓掌 我就 等我阻挠过 云青清晰玉雨 水淡淡熙生烟 烈雀霹雳 烈雀霹雳 层轮崩催 动天是非 轰然中开 对不对 哇厉害啊 再提一个字 清 清 太强了 清明浩荡不见底 怎么写这么长啊 日月照耀金银台 泥为衣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骨色兮轮回车 仙之人兮烈如麻 这四句是从储词里来的 你看屈原储词就写 泥呀这云霞呀是我的衣服 他不是说那天门轰然中开了吗 他就想象天上的神仙世界啊 就泥为衣兮风是他们的马 这个这个云之君云之君嘛 云中君就是他天天的神仙 云之云中君坐着这个就下来了 这个交通工具就下来了 云之君就纷纷而来下 然后你看虎骨色兮 轮回车 就是凤啊凤鸟啊是车 然后呢这个仙之人兮烈如麻 就是这些从天上下来的神仙 神仙般列得像如麻一样排列 这是一个梦 这个梦醒了 是吧 下面头一个字是什么来着 忽魂 忽魂计已破洞 晃惊起而长街 对 就是突然就醒了 忽然的心 一在心脏 薛老师 动了一下 一动 锤死梦就麻 晃坐起 对晃坐起 魂计已破洞 晃惊起 这才醒过了 哎呀长叹 就是然后说 世间行乐亦如此 就世间人我们的快乐 就像我这个梦一样 古来万世 东流水 嗯 别君去 最后 最后就上升到泽里 对对对 然后呢 别君去西何时还 对 且放白鹿青崖间 把白鹿放在山崖底下 虚行及骑放明山 我随时要走 骑上白鹿 我就寻访天台山 放明山 是吧 然后最后一句 打造高招 暗能摧眉折腰 是全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我也是最后这两次被最熟 我就背了第一鞋面 那个四万万千照 欢迎2022年 就最后这一句 中国十几大赛冠军 邓文昌先生 就这样 就这样还冠军呢 下一个字是说 李白的诗就是很很亢奋 很特别适合我们创作的时候写那种大的形草 太感谢您了 哦 这是咱们 咱这是武林大祥 谢谢 这个您一定要认识一下 我怀疑你们是本家 本家 它现在是回乡了 他主级 他是籍贯是水南村 哦 许子东老师 我也是许 你是清晰的许 还是水南的许 我是坡街许 整个天台就有两个许姓 同中是肯定的 都是一个许 都是河南许昌的 你看 我刚才就讲许昌嘛 对 这就等于当年的难度下来的 难度下来的 大概到了800多年 900年差不多了 南宋的时候 那是那是 刚才你又说你们是两 两支许 他们陪我们晚到天台 晚了200年 我们早200年到 我不清楚 他怎么这么清楚 我是很清楚的 我们许家 最近的中谱 我是修补的总编 总编 所以我太了解了 许老师不但是修补的总编 许老师是中华诗词杂志的总编呢 要负担 海宁 第二个 因为这个骨头打了这个洞 哎呦 头晕 从这进的话呢 还有走很高很陡的 但是这个路径会不会很陡呢 我们去的路径不陡 很好走 他吃了晕车药了 这是 你放心 你放心吧 我们老虾我们总要把它照顾好 照顾老虾 那我们可以学两句方言吗 我们可以学两句方言吗 他是有北方言 我说我说一下吃叫戳 这是古语 戳 这是你们普通话说戳了 我们说的对 戳 我们以前吃是戳东西 戳东西 但是这个吃这个字吗 戳 那有这个字 哦 古语里边 古语叫戳 戳 戳 不对 北京人也这么说戳 戳 戳一对 戳 这是古语 戳一个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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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叫茶叶蛋吗 我们也叫戳一对 戳一对 戳一对 三个字就同一个 戳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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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发音还行吗 戳左 戳左 戳左喝茶 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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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西 戳西到了铁台山 到了我们这里 在这里学了三年 全部把铁台山的那个种茶 戳茶 炒茶 茶文化 全部带到日本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切茶亚生记》 切茶 他前面这个字不是吃的 就是这个字 小时候呢 很久没来 四十年没来 四十年没来 接着去呢 你们那边可能几个祠堂还在 大里的几个还在 哪里啊 所以呢 我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 我只知道 我父亲是那里出来的 山里的空气真好 这空气好 到这有一个好处 可以洗肥 清新洗肥 吃一点这里的那个素摘 可以洗肥 素摘是吧 素摘 到了那个事业里可以洗心 说得好 三洗 对不对 呼吸空气 洗肺 不是 洗肺 你到底还有多少器官要洗 说说 哪里能洗脑啊 徐老师问哪里能洗脑 我问他 洗洗脑 洗脑 洗脑就是洗心 洗心 文章老师刚才路过了一个摩雅时刻 这里就是摩雅时刻 这摩雅时刻很多的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 这个比较早的可能 看看能不能按 阿弥 阿弥 对 阿弥陀佛 对 你看这个 苍石清台 台痕 台痕上阶绿 草色入莲青 对吗 露是名 对 这里水量很丰沛 不丰沛 整个铁铁山的水 都少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整个大气候 自然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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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应该这个水都把这整块石头都漫了 对 都漫了 现在成了小水 一点点水了已经 天地在改变 改变 那从这儿看 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石桥 哦 那个石梁 你小心点 这就是石桥 好多石血都是石桥 对 石桥 自然形成的 天生的 天生一个石梁做桥 它原来是怎么回事呢 底下是石灰野 被水渗透了 冲掉了 偏偏在这个位置上 天生有一块是荒岗野 你这是水冲不了 冲不冲不了 所以它就形成正在的 所以把底下漏空了 把底下给掏空了 天生的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就是你想走 但也不敢走 其实真的地上走路你这么宽 我们肯定可以走 哇 这个太棒了 我现在才看到它完整的 徐老师不对啊 我们应该在那个 对面看呢 我们能上到那个地方吗 现在进不去 为什么进不去 现在疫情今天 它不开放 它不开放 那么 怎么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 是在那个角度看一下 就这个角度看下来 我站的就在那个石梁的边上 有 边上有一条小路 我站的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能走到那里吗 你进不去 所以我们走不到那个地方 现在走到这里走不了 因为中方寡视的门进不去 这 从那个地方 我们以下 我们以下 从那地方可以走过 走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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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走啊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是的 所有女工可以走去上乡 这个 可以走 但是我们不敢走 不敢走 我也不敢 上面看很高的 很害怕的 哎呀 那不能到那个地方 哎呀 那边过不去的 救命破碎 好 我们也上上这个石梁 好 哈 这个太阳啊 这个太阳从这照下来才好看呢 太阳刚好从这个石梁这照下来 要我的眼 真好看 我跟你说啊 水大的时候啊 是从那个横梁上过来的 水在上面啊 对对对 整个漫过来 对对对 那当然更壮观了 还有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啊 这是个冰铺 结冰啊 这个铺不从上到下 就是一个冰链 那 你看看就挂下来就是冰 哎呦 哎 那是奇观 奇观那是奇观 哎呦 那咱们还得来啊 哈哈哈 真是奇观 能走到那去吗 哎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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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坐 啊 现在东文涛在那里 他在那静思 他忏悔了 对对那个 在那静思 想想这一生是怎么样的回事 这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他现在 你看对不对 在悟到 在悟到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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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啊 站着挺好看的 我对着你们站啊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正好看 好 那大石头都好好看啊 就是咱们叫毒板 不是叫毒板 就就毒石 是吧 我脚健着呢 不用我扶 我脚健 我连膝盖都不行了 哎呀 徐老师 老头晒太阳 越晒越健康 老头晒太阳 哈哈哈哈 对回去啊 徐老师 哈 反击 哎 反击回去 不能从那个角度看 太可惜了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就是你想走 但也不敢走 那个记忆 哎呀 我站在这里啊 好 徐老师 人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好 徐老师 摆拍 摆拍一流 你这身高绝对可以做男模 除了其他的 身高做男模 除了其他的 对身高做男模没问题 好了吧 来来来来 四个人 四个人 咱们四个就是江南四大怪 是不是 江南四怪 我们说自己怪 他们不怪 嗯 三二一 三二一 徐老师 你那样 你给我们指引方向 就是你的手这样 是吧 哎 对对对 他的眼神很奸诈 快快快快 来指着别收回来 指着 哎 你指 从回十两五十年 高山飞铺一瞬间 眼前实境 依然显 人是天地 还是宽 好 这徐老师即兴赴诗一首 录到了吧 录到了吧 太棒了 徐老师 我发现徐老师 你不会伸手臂啊 好 你伸出去就完了 对 就这个嘛 我这个动作不太对手了 就你动作很熟悉 来一个 寒山山钟 哦 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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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就是我这一代的走嘛 对对对 对对 对 可以体会原来寒山在这走 好好好 嗯 那你就是我这一代的走嘛 那你用销声给我们表达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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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水声啊 这个水声就像是给你伴奏的小乐团 竹子里边听竹声啊 这才是听宵的环境 起不来了听了 大长腿站起来男 像我们就弹一下就起来了 男人们都是如此的颤弱 女人们都是如此的强悍 真是 哎呀神水啊 鲜水沾点灵气给我啊 挂到那个叶子去 这狗长得好玩 拍拍这狗哎 这狗多长这模样真有意思 哎哎兄弟 我看看 你看看这个宝贝 哎呦好乖啊 老狗啊 你跟我一样老了吗 不是他主要 他这头发怎么腻过来了 咱们喜欢搭了是吗 你这发型还真是 一般人吹不成这样 这是咱就有点像狮子了 我说兄弟 我说兄弟 等下我给你捋捋啊 你看都敢粘了 也没人跟你说说啊 老了 你多大岁数了 哦哦 眼睛好像有点忧郁 眼睛有点忧郁哦 咱们 你在忧郁什么 阿弥陀佛保佑你 哦 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在方广寺 就是石梁飞铺 就旁边 所以你现在还能听见这个 这个这个水声 第一个就中国佛教开出来的 本土佛教的宗派 就是天台宗 对 智者 智者 智者大师 智乙 隋阳帝 这个杨广 侧风他就是智者大师 他当时拜智大师为做徒弟 也就是他给他受那个菩萨戒 对 受戒 那个时候呢 隋阳帝还没有党王力 他是扬州总管 叫晋王 作为这个福教的一个首领 他的影响是整个迦南 隋阳帝为什么拜他为师呢 隋阳帝非常聪明的 他认为我如果把这大师的这个福教 全部都能够拉过来 我迦南就省力气了 平定迦南以后 我管理迦南就好办了 收复人心 收复人心 我那时候来看的时候 我66年嘛 对 十岁多一点 国庆寺是封掉的 然后田中角荣 中日关系恢复的时候 他向周总理提出 就是问到 就是天台中国庆寺的事情 郭沐若在旁边知道 马上跟总理说 哎呀 这个宗教在我们唐代是大宗 在日本成为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 总理就批示 重新修复国庆寺啊 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这个 所谓人节地灵啊 感到神秘 为什么那么多的唐朝诗人 都到这儿来 这个问题问得好 现在呢正好很热门 叫什么唐诗之路 当年你天台山是蛮荒之地 唐代的天台山是什么样 满山都是毒蛇满寿 不像现在这样 他为什么千里迢迢 这么困难 他要跑到天台山来干嘛 对 大唐时机 不像我们现在 国内俩座山是最有名的 中南山 陕西的中南山 就挨着茶 对 那个时候中南影视 后来就出了一个池 成语叫中南极境 对 什么叫中南极境 中南极境 就是当官的极境 你只要去一趟中南山 混个一两年 一出来 就到朝廷当官 第二座山就是天台山 就是天台山 你不愿意在城市街 你不愿意当国 你什么都不下去设计 为了自己这种心灵上的安逸 你看透了人世界的一切 你就跑天台山来干嘛 为什么这么多人有才 你老是来找我做嘉宾 就是我有气场 天台山的气场 没错 徐老师就是有气场 你有这个气场 你不知道 是天台山里有一个人 叫司马成真 这个人是大唐盛世下 三个皇帝的老师 高道 他是文学 画工 这个野精 他全懂 其实当时 你像这个 李约瑟 这个中国科技史 他等于 他就觉得 中国的道教里边 其实有中国的 这种原始科学的 很多萌芽 炼丹嘛 对 说到李约瑟 挺有意思的 他把天台山 描述成什么 你知道吗 东方的耶路撒冷 东方的上帝 这里一个哲学的问题 说白了 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福教也一样 道教也一样 对 甚至儒家也一样 儒家关于人的死的问题 他就说 人固有意识 或空于 清于红毛 或重于太山 这是儒家的生死观 福盟人到这个世界来 是瘦哭来的 奢婆世界 如果你早日历好了 早日往生 极落世界 他不跟你说 不跟你说常寿人 但是道教不一样 道教的口号很干脆 我就是不死 长生 我就要长命 我就是要成仙 所以说 鲁迅都说 懂得道教就懂中国 懂得道教就懂得中国大办 那么这样一来 我这天觉得这个道教也不能荒废掉 他下来想去找到铁台山 石马城城 他下了一个诏书 把那个石马城城弄到长安去了 这样他就给他一个相当的荣耀跟地位 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头啊 跟他们打交道 这个石马城城在长安组了一个群 因为我们现在说手机 这个微信组群一样 微信群 那时候叫什么呢 先中十有 包括大唐朝廷里头 一顶一的高手 像赫子章 这十个都是大唐当时的朝廷里头精英分子 在他们的仓道下 铁台山 那是了不得就是一个县山 就是这个智者大师啊 这个临终前啊 就是这个给这个隋阳帝写这个遗书 这个遗书里就有这个意思 希望这个皇帝啊 护持这个佛教 而且不是有那句著名的话叫什么 四若成 四若成 国及清 后来就叫古清 先是什么 山人 这里的就是儒家 道家 佛家 他可以在中国合一 我到天台山 我才发现 寒山的传说啊 就结合上了这个国庆寺的石德 咱们说是这个和和二仙 它是和和文化的代言日 这里的山水 无非是个清幽 清幽 清幽两个字 对 所以这里的旅游永远发展不起来 游客也不是特别满庞满谷 因为你这个天台山是以清幽作为出名的地方 是是 合适与别人到这里修炼的 到时来修 佛王来修都可以 就一般世修老百姓 你世修老百姓 闹哄哄的 所以他不能成为网红打卡 对 成不了 他原先本质决定的 所以现在要发展天台旅游 跟这个天台山的那个旅游的资源是相配的 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 你如果把天台山 毕竟好像感激一样的 那天台山不是失去意义了 是真情有 第二个 也说一下它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所有能有的这里都有 除了乳水道还有什么呢 还有移民文化 移民 泰州人 是吗 我们这里60万老百姓是天台人 不到1% 可能1% 0.1%都够强 都是外地人 那为什么呢 我就山东的 我们就山东的 我也山东的 因为汉代汉武帝 把当地土著天台人 全部给签到安徽去了 安徽现在不少人是天台人 那可能小点原来是天台 小点安徽的 搞了么点气场 还是你的 他们是山东的 他们能来做节目 也是有根源的 然后呢 万年势力的沐西法杖 是一个僧人 他是绘画的 搞破墨山水 这个沐西 沐西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 非常高 沐西的画在日本 那是价值年成 但是在中国 好像这个感觉 不把沐西放在一个 主流画家的位置上 世界茶文化的 发现地质天台上 全都在这里 这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我的家乡 组源地位 现在变成这么了不起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还不知道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气脉 我可以证明 这个 这个 徐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呢 当然了 这个是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这是中国人每个地方都是的 但是我想强调 天台人是特别 我父亲那个时候 只要家乡有人来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很惨了 他这个院长已经住在很小的地方 但只要家乡人来 根本不认识的 他只要讲到 谁谁谁是什么村子 什么什么什么 我父亲就一定要招待他 就是你已经没有地方招待了 但他一定 就对同乡人好啊 就是他以前 房子大的时候更不要讲了 然后他不能讲家乡不好的 这个一定是好 我感觉原因之一跟移民有关系 移民最讲老乡 而且历史上几次难度 所以我就从您刚才讲的 就是我意识到 这有可能是当年中国的几次南迁 比如说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的 衣冠难度 唐代的时候这个安史之乱 也是北方大量南迁 您刚才都讲 这是河南许昌吧 还不是我们天天人说的 是外地的人说我们天天人 你知道怎么说吗 怎么说 深山里的王子王孙 说得好 你看吧 天天六十万人 一共二百七十二个姓氏 这些我是搞社会科学 我了解非常清楚 其中其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中国历代 中国皇帝的家族 王胜 周胜 李胜 张胜 朱胜 秦胜 还有那个包括杨广 现在我们杨姓 在我们天台是一个大姓 而且很多都是当官的 现在我到最近这几年查到了 他是杨广的后代 随杨帝杨广 随杨帝的后代 所以许的很厉害 现在许的有两个源头 一个我们是激发的兄弟 周武王 周文王 激发的兄弟 我们在周朝打灭了周武王以后 我们风风在许昌 当时叫许国 因为我们属于比较堂兄弟 不是清的 所以我们风的级别比较低 公 侯 脖子 男 你们算是 五级 我们算男 男 男爵 许男爵 两位许男爵 我们跟姓姓的 我们跟姓姓 同宗 跟姓 激发姓 周文王 周武王 我们跟姓姓同宗 对 你们灭了伤 那么我们最后怎么能 历史上有功劳 我们怎么能被人信许的呢 对 我们怎么今天这么惨呢 当时就是 春秋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楚国把我们给灭了 楚国 贴了吧 楚国把你们给灭了 春秋时期 结果呢 结果楚国 被灭谷的时候 你看 大家要撕散了 撕散了 就约定了 以后我们就信许吧 楚国姓熊的 对啊 你以后见着姓熊的 我告诉你 你别放过他 一见暴打 就是楚国把你们给灭了 被我们打 被把我们给灭了 不是被 把我们 是被楚国灭的 被楚国所灭 那我还帮他们 楚文化说好话 对啊 那那个不得嘎的 那可以帮的 那没问题 对 以后帮天台 当天台说好话 但是呢 这里的还有一个源头 有一个叫许尤的 哎呦 他的冯墨现在 这我前两天 你看 有感应吧 我前两天 刚跟你们讲 天台山这个地方的 隐世风度 对吧 姚让他当接班人 就是让他当王 哎呦 那你看看 就插了这个 连王都不当 齐耳朵 说你跟我聊这事 都脏了我的耳朵 这家许家 把我的仕途给毁了 许家的这个 这个风范 你想想 所以我到最后 就只剩下 记得李白那句 什么安能 催眉 折腰 是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 但是我就说 他讲这个深山里的 王子王孙 我觉得是我们 这个中华文明的 一个桃花源 就是避世 一次次的 这个北方的 这个动乱 这个一次次的南迁 就藏到这个深山 老林里了 藏到这个深山 是个藏 中国的智慧 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这个混合之功 化合之力 就是如果是按照 西方科学的 逻辑的立场 会觉得呢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 一个毛病 在某些地方 表现出来 就是说 一难道不是一吗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佛就是佛 道就是道 比如说要是讲那种 西方式的形式逻辑 他会觉得 这个不能那么讲 对吧 很多时候 你看 他就混合 他就合 合合 我就说这个 合合文化呀 就是你看 他很多时候 就中国人 就能把很多 不同原质的 对吧 不同性质的东西 融合在 融合进去 但是他出现 一种新的味道 移民文化 很容易产生合合 对 各个姓氏 来自于全国各地 到了这里 你难免要争 争水源 争山林 对 争土地 对 甚至于 你要争那个 这个 这个 住的村子 这个 你需要 这个被收入 新文学大戏的 唯一的一个 天台作家 许杰 那个小说 叫产物 讲的就是 两个村庄之间 的亵斗 对 结果 他那个当时 他那个亵斗 就是 他不仅是阶级斗争 他也不是 民族斗争 只是我这个村 跟你这个村 我为了 我为了这个村去打 是非常光荣的 对对对 不怕死的 对 我说句大话 就像现在全球化 是吧 确实是 我们跟各个国家 无比的接近了 所以就最需要 咱们这个 和合 应该请咱们 徐老 聊聊 就到 石梁瀑布 来看看 对对对 结果徐老听到之后 赶快到石梁瀑布 洗耳朵去了 是吧 这就是老的 这就是乙皮乡政府 这是乙皮乡政府 宗旨在里边 具体你家住在哪个地 记得吗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你是几岁住在这里 我没有住过 你没有住过 父亲在这里 我们总共水南有十坡 我们总共水南有十坡 这个太空留下 我们有十个儿子 就是分了十坡 江南第一大村 江南第一大村 中国第三大村 千年古村 水南 江南第一大村 回老家了 对 我没来过 没来过 但习惯一直甜 天台水南 天台水南 一次都没来过 一次都没来过 徐老师回家了 我都不知道该行什么礼 对 代替父亲回家的感觉吗 对 徐老师是哪一房 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需要子孙 老祖宗 这是你的老祖宗 老祖宗是吧 老祖宗 跟徐家老祖宗们 鞠个宫 对吧 回家 看老祖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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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回家 然后我哭个屁 就是啊 就是啊你 你干什么 为你开心 可以帮爸爸回家看看 我们走过去吧 我们走过去吧 我签个名吗 谢谢 今天是我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你怎么那么好 我靠 像邢天下跟袁州派过日子的人 谢谢 谢谢你 运气那么好呢 早安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隋塔 哎呀 这才是真正值得看的 这才是真正值得看的 那从隋代到现在 这一千多年了 对啊 没有塌过吗 没有 没有 曾经里面被火烧过 里面被火烧过 对 它里面是什么呢 是 龙面踏楼梯一级一级我和神山 我们学了算还能进去 一千三百余年之悠久历史 高二十余障 九级砖塔是吧 由于年代久远 故园塔顶和美层周围之塔角均损坏无存 并掉落许多雕刻 有佛像和经卷的碑石和塔碑 就是说塔顶和美层周围的塔角 损坏无存了 但是这个塔身屹立不倒 是吗 这家伙 这塔身屹立了一千三百多年 我的天哪 你出生以前 他就在这里 你将来死了以后 他还在这里 我们在他面前 变成就是一瞬间 一刹那 一刹那 我们在 人家见过多少人了 人家见过智者大师 对吧 见过晋王 人家见过杨广 杨广 对对对 好家伙 现在又见到我们 他有一种 比他当年金笔辉煌的时候 都没有的美 他全脱落了以后 就剩下他只有一种材质 这是一个百分百的 专塔了 现在 对 全是专组成的 这个里面有一种语言的 纯一性 我觉得反倒是 就是用一个积木 用一种积木打出来的 没有了任何外表的装饰 全脱落了 脱落的就剩下本质了 你好 你们是美术学院的吗 中国美院的 浙江的 在杭州来的 你这是带学生在这写生 对对对对 我们已经很久了 写了一个多星期了 你跟我一个老师很熟 跟江柱九老师很熟 江柱九 对我和我好朋友 是吗 江柱九老师 我们太熟了 那为什么要在这写生 那这天胎 可画的地方不很多吗 这个地方很难得 能够保护的这么好 你们这个画的还是水墨 对是中国画 中国画 这样的我能看看吗 听谁并看 听谁并看 所以中国画 古代画家 就是以造画为师 终德新缘 他就是直面自然 没错 就稀奇山川之灵气 对对对 但是他也不是 就是直接的这个写实 他不是 首先就是说 你这个人 首先要有文化 对 如果你没文化呢 那太阳山人太多了 人人都是犯款了 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说 跟你的修养要结合起来 对对吧 然后你上次拍了 那个秉零四五 我也去 你也去过 秉零四你也去过 我特别喜欢 我看你的节目 看了都快哭了 是吧 特别棒 你节目我都看过 是吗 你强强一直到 元月作派 一直到你做这个文理节目 星天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季 就拍江南了 所以拍到天台了 谢谢 那我们走了 好的 再见 再见 你看这个云雾锁满山头 所以这个就是仙山 仙山 真是仙山 有仙气 它这个山是连绵过去的 大概有十里 所以叫十里铁甲龙了 十里铁甲龙 这名字起得多霸气 很有霸气 很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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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寒山诗 人问寒山道 寒山路不通 这个诗就是那个冷山 冷山 就是那个电影 就像这首诗 夏天兵卫世 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游界 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 玩得到其中 美国那个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自言 片语的记载 直到了宋以后 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出来 就是我们听到过的故事 就说这个人呢 就是隐居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破衣烂山 甚至是画皮做帽子 对吧 然后呢 好像是经常还鸡一顿饱一顿的 跑到那个国庆寺那边 就有这个风干和石德 石德这个和尚 好像还拿一些剩饭啊 拿一些吃的 给他准备 他就到那吃 您觉得寒山 假如有这个人的话 其实他原来是在咸阳 据说是 就算是当时的大都市了 最后他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地方 来隐居来藏着呢 就是我原来做了一个考证 说其实是这样一个呢 就是仕途的失败 仕途其实对当时的读书人家 都很重要 对 失败了以后 他总要有一个去的地方 然后还有什么呢 当时可能刚好发生 政治上也是混乱 就是比方说安时之乱啊这些 很多人都往南跑 所以他也是往南跑 对 甚至从他师哥里面讲 他可能还跑过 像湖北 像山东 都曾经去过 然后最后到了天台 他当时甚至也不算个名人吧 因为如果按照现在来看 他肯定不算名人 就是相当于就无名士 无名士 对 他原来在陕西那边 他是有老婆孩子的 对 这个按照诗歌上讲 似乎是有的 就是你科举也没考好 你在家里的这个事情呢 也可能也做得也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了 这个家庭的矛盾 然后比方说这个 可能他家里 比方说他父亲也出问题 他遭受了这些变故之后 那么他就只能离开那个地方 你看这一带 这多壮观啊 所以马上要到他那个洞了 这个十里铁甲龙 这真是洞天福地啊 谢谢大家 这就是寒烟洞 太震撼了 所以他就在这边住了70年 基本上就在这个山上 我们里边看看 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他如果学居的话 那真的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洞很多 不一定是住在这个洞吧 对 一定肯定不行 但这个肯定应该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所 对 这样大的一个洞 我觉得古代可能会有居民 在这里活动吧 下午的时候 还有城里的老太太们在这里 城里老太太可以坐这 对 聊聊天 深彩太阳 对 太阳能照进来 能照进来 就是前面这边可以的 对 你小心 没事 来 我扶你 没事 好 如果你从这里面往外看 那个感觉又是不一样 从里面看出去的感觉 你这个幽深的感觉 或幽静的感觉就很不 对 因为你这样看出去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搅你 就是天地嘛 这样看起来好壮观 好壮观嘛 这是感觉到 洞内是一个宇宙 洞外是一个宇宙 这叫别有洞天 别有洞天 别有洞天 怎么判断寒山住这里的 就是这个呢 它是这样 一个呢 就是在所有的后来史料的记载当中 这就叫寒岩洞 然后呢 是所有的史料当中记载呢 就是说寒岩洞是因为寒山住这里 当然它肯定不是 我们看一下 肯定不只会只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太大了 但是整个山体其实是 如果是活动来讲 肯定是都会有色奇 对 我以天地为物语的话 这就是寒山的客厅 对 这个客厅很大 对 客厅 豪宅了 豪宅了 山景房 山景房 说得好 这个人真是妙 不知道他哪年生 也不知道哪年生 没有任何期待 但他就有自己的一个 一座山 现在所做到的 最直接的 就是根据他的诗歌 来进行一个考试 他的诗歌呢 就是最通俗 大白话 对 然后那里记载的一些 蛛丝马迹 甚至连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我们也不能 有些日本的学者就主张 没有 但是总是有谁写的这个诗 太神秘了 不知何许人也 对 都说他这个贫人 什么疯狂之士 对 穷人疯狂之士 隐居天胎 然后呢 这个好为寒言 然后呢 到国庆寺 有石德 这个石德呢 在这个食堂啊 给他点残渣剩饭 放在竹筒里 寒山如果来呢 就抱着这个竹筒 就走了 背着竹筒 或者就在长廊 慢慢徐行 叫唤 叫唤 快活 独言独笑 这个僧啊 那当时这个僧人呢 就是捉他 骂他 打他 然后呢 他就 助力在那儿 扶掌 哈哈大笑 就是有一种 癫狂的感觉 癫狂 后来这个 美国嘛 就是他们 为什么会 选择了这么一个形象 对 就是加里斯内德 当时讲嘛 他 他 他为什么会 对寒山是感兴趣 他看了一个 日本的那个展览 那个日本的展览 那个画的寒山的形象 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那个山顶上 然后披头散发 仰天长笑 在风中狂笑的 这么一个人 他说我当时就 震惊了 这个好啊 这刚好契合了 他当时的那种 心静 不静 哇 挤牢也站在山顶 很致 就你看 加里斯内德 后来不就 都是隐居的吗 嗯 他就是跟那个 写那个 小说的那个 凯鲁亚克 凯鲁亚克嘛 在路上 在路上 对 是好朋友 对 是不是他在小说里 就把斯内德塑造成一个 有点像 寒山这样的形象 对 然后他那个小说里面的前言 那个封面的形象 限改寒山 不光美国了 好像整个西方吧 对 欧美 欧美 就是说寒山 比咱们的李白杜甫 那有名多 很有名 对 但是在他的本国呢 好像 寒山咱们感觉是一个 边缘性的 没怎么听说过的 是的 他当时成了 西皮式运动的 这个偶像 对 这是不是中西方之间的一种 误独呢 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是 误独是肯定是误独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但是你说 寒山身上没有这样的一点点的一种印记呢 也是不可能的 你看寒山有没有这个反叛的一面 那当然也有 他就隐居独立了嘛 住在这里面 你从里面往外面看 这个世界真的跟我没关系 只有天地 对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只有看到天地嘛 对 你说他 他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不满呢 那肯定也有 那否则没有必要躲到这个里面来了 他的精神可能跟西皮式那个精神是有差异的 但西皮式那个精神是跟他受到他启发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差异在哪呢 他的这种立足点不一样 就是寒山作为 如果我们说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话 那么传统文人那种心怀天下的这种情节还是在的 他这个诗里面也有很多优国优民的 对 有类似的这个诗歌 而且他还反映民间疾苦的一些部分嘛 这点可能跟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西皮式所谓的反主流文化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这个西方六十年代 他这个青年运动啊 他那个时候留着长头发 对吧 像是搭上一个什么灰狗巴士 对吧 就横穿美国东西部 然后就是流浪 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 对吧 能到哪儿喝 弄杯啤酒 就弄杯啤酒 就过着流浪者的那个生活 像凯罗亚克写的就叫达摩流浪者嘛 对 达摩流浪者 就披头士的那个乐队 约翰列农他们 就是跑到印度 跟着一个所谓心灵导师 对 然后也是披头散发的 就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可贵的一种东西 他们对美国当时那种中产阶级的 那种父母约定俗成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照咱们今天讲 也算是一种较为单一的成功的那个成功学 对吧 他们厌弃这些东西 但厌弃是为什么呢 厌弃你就得问活着为了什么嘛 其实也是为了说生命 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 到底怎么算没白活 对 体验人生 就人生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 教文学界呢 是一直把这个当做一个课题研究的 就是寒山热 我有感觉呢 这是一个曾经认真的生活过的人 他到所谓到了天台山这个地方呢 他又娶妻生子 还成过家呢 后来也是这个 还成家的这个妻子和儿子死了 对 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变成一个人在这流浪 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对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 大概就是这个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我刚才觉得您那个那句话讲的特别好 就曾经很真诚的生活过 很认真的生活过 对 然后突然发现这么认真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他没有必要一定是儒家的 也没必要一定是儒家的 他吸引西方人的地方呢 恰恰是他不是很儒家的 对 但也不是很纯粹道家的 或者是佛教 佛教的 因为中国的诗人的传统 大部分的还是在儒家的这条线上 你从韩裔啊 一直到苏东坡啊 这条解释 所以他这个很满足西方汉学家 我倒觉得啊 当时可能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倒真的把他看成和尚 美国西批市 对他有一个解读 但是呢 这个解读呢 又跟这个韩山在咱们中国的传说呀 好像完全是两种气氛 咱们是和和和和 双喜临门 就是和和而先 代表圆满 美满 对吧 这个夫妻兄弟家庭 美满和和而先 是这个吉祥如意 对 似乎跟那个 完全不一样 这诗歌当中说一个孤独的 癫狂的 这样的一个高导者 一个叛逆者 禅宗在那个时候特别的流行 对 不用面对世俗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工作 不需要那么累 对不需要活得这么累 也许他可能 他可能也许接受生活上的贫乏 但他的心灵跟他的肉体是轻松的 那个印度有苦行僧 苦行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我一定要这么做 对 但是对韩山来讲 他导的可能不是这样 你比方说 像这句十道 很好的 一祝韩山万事修 更无杂念在心头 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种自由 精神上的一种超越 追求一个更嗨的东西 嗨就是高嘛 就是嗨嘛 这种奇人呢 他让我想起那个古希腊有个哲学家 那个叫蒂欧根尼 就那个住在牧桶里那个人 还叫犬儒学派吧 他们就是 就是这个 强调人呢 就是过最基本的 就是你是个动物 你有饭吃 你睡在牧桶里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整天走到大街上 拿着镜子 就要找一个诚实的人 那个亚历山大 跑到他那儿 就是想见见他 这大折呀 说我是亚历山大 这个帝哥跟尼在桶里说 走开 你挡了我的阳光 对对对 他就不在这种物质享受里 他觉得这个快感比较low 那么他也 我觉得他不是受苦 从他的诗里讲 他歌颂的似乎是某种快乐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英国作家毛姆 他不是写过 《月亮与六遍事》吗 他里面那个主角的原型 就是法国后印象派的画家 保罗高庚 高庚 那他不也是 原来他是一个 伦敦的证券经纪人 他的家庭很好 老婆小孩很美满 突然有一天 他就要去画画了 就抛开抛弃一切 后来最后可以说 是在塔西提讨 或者说 他心中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洞里面 他找到了自己 那他就是突然一瞬间 就我就很疑惑 就是我当时读的时候 我不能理解 但是当我比如说 知道了比如说 这个寒山的事情 再比如说我们了解 那个红衣法师 顿入佛门 就我发现有这么多人 他有这个共性 红衣法师 归一 是有很多解释的 红衣法师这种 给我们的感受 就是说 他人间红尘 都已经看完了 都已经看穿了 所以他到了那个境界了 对不对 所以比较 但是 寒山好像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我一直想的 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说 其实普通人身上的 一个痛苦 才是最大的痛苦 因为普通人 你看 他不能像 红衣法师那样 他有那么高的境界 那么高的 那么好的知识 他立马就 就放下之后 他就成为一代宗师了 你大多数人 你做不到啊 可是你在这个城市当中 你也很苦啊 但是你看 即便是苦 必须活着的时候 你还是对苦 必须去活着 因为你得活着 对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很苦 但我们还是 必须坚持苦下去 那么有没有 解决的方案 有没有出入 也就是说 我这种心灵 如果不是境界 特别高的话 我能不能 转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转性 比方说 哈山 我们假如 他有这么一个 真实的人 那么他 这样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 很好理解 很好接受 就是跟我们的 那个生命经验 是非常的接近 比如说 可能有一天 我也会这么做 对吧 他这样一讲 我有点 有点能够理解了 所以他不是那种 我们比较常见 可以理解的 什么贵族 隐居 这一个逻辑 对 他是一个穷人的宗教 不管这个人 是有没有 他至少是送以后 很多人 向往 他们传颂 他们通过各种的形式 把这么一种境界 留下来 你千万不要忘掉 他特别通俗 大家 就是一般 不要什么文化的人 都可以来念 那就是像他说的 这个 我们一般人 想找一个出路的话 你看陶渊明 没有用 那你就 看看韩战士吧 对 他不仅是通俗 他呀 通事情 你比如说你就我就看这一页 他写什么 他写人要有钱 丈夫没手困 无钱需经济 没有钱呀 需要做买卖 就是云云众生 反正都能在里面独盗自己 对 就如果假如原来没有这个人 是后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形象的话 那么这个就更加有意义了 就这个形象 一种集体创造 它代表了中国人的 就是说 或者说 对传统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认同 中国民间创造的 对 你看在民间 他跟李白啊 什么谢灵韵 完全不一样 对 他又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在传统 中国的诗歌传统里 他是 他是不被人看见 所以不露流嘛 不露流了 对 但他自己是很生气 对 都给你们听 下雨读我诗 不解切 呃 吃消 就是你们笨的人读我的诗啊 你们笑话我 中庸读我诗 思量云甚耀 对 中庸的人读呢 你们要想一想 淡淡之辈 我读 上弦读我诗 把看满面笑 你有水平的呢 你就能读懂我了 哎 后面 若能会我诗 真是如来母 老子就是说 这个道啊 就我的这个道啊 我的这个真理啊 叫上是文之啊 勤而行之 就是说啊 境界高的人 听到我这个道 马上认真的去实行了 中式文之 就是中等智商的人 听到之后呢 叫若存若亡 就是半信半疑 对 一会儿想起来 一会儿忘了 他说下是文之 就是啊 愚昧的人 智商低的人 听到我说的话 你会大笑 但是 你要不大笑 我这就不叫道 你看 就是如果从这个诗歌本身来看 就是 他大概也可以教我 教会我吧 就是说 很多东西 不要看得太复杂 太重要 其实有的时候嘛 你说不看重吧 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调节 人有的时候 不是说你追求某个东西 是错误的 而是说你没有调节 和没有旋转的余地 是痛苦的 我理解的这个有所调整 就是说 人如何在现实当中 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平衡点 对 很多时候 你不开心嘛 就是因为你自己内心不平衡 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的问题 别人可能会欺负你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不开心 这是你的问题 那么 韩生 他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调节的方式 我们对很多的东西 其实应该退一步来想 其实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去想呢 你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是你那个状态 特别的强烈的时候 你再进一步 你不就炸了吗 对吧 你退一步的时候 就是调和 如果不调和 那个平衡就没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的书里边 写的那个开头啊 就是说 可能在一千多年前 可能就是在这个洞穴里 有一个人 不为世界所知的 死去了 他就这样的过了一生 甚至是没有人知道 是怎样的一生 他就在这个山上走来走去 最后这个人就 你都不知道 他肯定是一个人死去的 对吧 也是隔了几百年以后 不知道谁多事 把他这个东西运出来 再过了一千多年以后 就有一个拍电视的人 跑来这里来 跟他惺惺相通 在这个世界真是难料 这个就是春戏又来回 他这个是老百姓 你看他把这个 我就发现 他把那个诗贴在一个 好像菜园子一样 都很读得顺 对不对啊 他不是知识分子诗 有点像打油诗 不是官员诗 对对对 他有打油诗 他有打油诗 有一些诗 这个寒山的这个诗啊 对苏东坡 黄庭坚 对对 他们都会有很大影响 因为啊 这个影响也是跟着 禅宗来的 对 我就想起了 黄庭坚有一个 在台北高宫 很著名的一个书法作品 我见黄河水 凡经几度清 水流如鸡见 人事若扶平 吃属根本业 爱为烦恼坑 轮回几许结 不结了无名 寒山出此语 你看寒山出此语 他这个话是寒山说的 举世狂吃半 这也是白话了 有事对面说 所以族人愿 心真语意直 直语无背面 这就是寒山诗 你心真的说话就直 直语无背面 有个话当面说 君看渡奈何 谁是罗罗汉 我之前都没关注过 这个内容 这是他最经典的 那种大字形书的作品 对 东嘉义老婆 富来三五年 昔日 什么 昔日贫于我 今孝我无钱 瞿孝我在后 我孝瞿在前 相孝长不止 东边富西边 就是今天我穷 明天他穷 我俩互相嘲笑 这事没完没了 妈来妈去 计较来计较去 所以可能我们在很多时候 就在做太多的计较 对 然后寒山在那里 他不计较呀 我也不需要你来评价我 对 然后我也不在意 你怎么评价我 他可能好像是帮我们看到的 我们所看不到的另一面 寒山的价值 给我们的心灵 提供另一个向度 另一个维度 这样我们永远走不到绝路上 对吧 天无绝人之路 好好好 这个寒山夜化很好 真是 我们这是寒山 寒山夜化 后边留一个灯给徐老师 这个真是 这是个文化上面 很有灵慧之气的一个地方 对 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东京南渡 天台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个时候出名的 那个深措险天台山户 对 他在那个天台山户里面 就把天台山描写成 这个佛道之地 神仙之地 对对对 那这个定位 对于当时的这个民事 影响是极大的 对 他们就想找这样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文章呢 后来又被收入了 那个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后来 比较到隋堂的时候 这个读书人啊 必读的 所以都是读那个东西读出来 然后对这个特别的有向往 对 然后再加上唐塔的时候嘛 就是天台啊 有几个高道了 所以你看 虽然那么偏僻 唐台的时候 那些很有名的使人 几乎都来过啊 啊 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 就出现的这种奇僧怪道 很多的 很多 对 出智慧的地方 哎呦 刘老师 谢谢 所以你看 咱们一偶遇 咱们就结缘 碰见了就得带我们玩一段 从画画角度说的话 这个镜头是最好的 对 你这是画家的角度 所有的天台的寺庙 就是一个字 就是深山藏古寺 你要藏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户人家 是不是爆发户 看三个就是说 第一 强心 树小 画不古 什么叫强 强是新的 强心 树小 树小 画不古 画不古 对 刚刚画着你的 不是古画 不是老画 就是爆发户 强心 树小 画不古 画不古 你爆发户 你刚建了宅院 你种个树还是小的吗 这个地方树古 墙已经是斑斑勃勃了 墙也古 你们画也有些不古 有些也很古 他上去来 我见过文物很多 我下读过则 我加强心 你做小鬼 你还能做小鬼 是不是 你说自然有些不古 小鬼 但是我的小鬼 小鬼 大 UFC 可以 你看那才有画意呢 我说谁给个特写 你看看 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 我本来要带你去明河关 那就是这样 要去 那你们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是吧 明河关导演说来不及了 那没办法了 开车是 反正车是顺路的 20分钟 现在搞不清楚 现在这个能见度还是有点低 那么我问一下 没有时间走吧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之后走了 其实拍个10分钟应该也还好吧 可以啊 10分钟也行 徐老师是回家之旅 这都是一片一片的莲花 好看吧 我在呕心啊 对啊 这上面到华顶 你们没去过 没时间了 华顶就是最高处 你看一路小鸟跟着我们走 哦 你们好啊 这儿最好看 他们应该停在这儿 开那个鱼菜 这竹子在雾里边好有意思啊 哇塞 像在梦里面一样 我是天太冷 恨我把美景都介绍给你们 对对对你是对的 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么有计划性 知道吧 是啊 这都要随机了 你看到路过 为什么不走一下呢 就是要随着感觉 哪怕5分钟也好啊 对吧 随性而行 嗯 就是海外仙山啊 就在海外有仙山 对 山在虚无缥缈间 你看这种汽油飘不飘来的 到这地方你就想飘白日飞升 这怪不得到家这追求那个白日飞升 走入走入屋里梦里啊 走入这叫云里屋里啊 哇哎呦还太有意思了 对面不见人 哎老潘 哎呀亲爱的 我马上到了 在哪里起雾呢 还啥看不到了 你那边能看到风景吗 可以 哎呀我们走在了雾当中啊 哎呀好吧 好好好 你给我们徐老师弄点吃的 还有俩女孩 我不吃就行了 我不吃饭 后面他就跟着 你放几个人 不是咱们在这 只能待很短的时间 咱们赶快走啊 啊名贺冠 名贺冠 贺 哇太好看了 您好您好道长 哎呦道长拿着难消啊 哎给我吹一个好吗 吹一个 来来我给你拿手机 哎呦我给你拿来来来来 吹一个吹吹吹一个 哎呦咱们在这道观里听多好啊 我也不知道他打嘴 哎哎哎哎给我们找个 没没没没没 哎这个景色非常好 找个适合吹的景色哎呀太棒了 我最喜欢销了 对我最喜欢销了 哎秀你要不过来呢 哎呦在这 来师兄来 您您是这道学院的学生 不我是这老师吧 老师哎呦到这 这不是在这学说道 打打杂 主要是 你来这多久了 四五年吧 哦看到这世间各种种变换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想要寻求真理了 有真变无理 有理变无真 所以真理这个词本身就是什么 那道呢 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叫混沌道 混沌道 先先先上道再说 这是在咱们这里是属于道教南宗 呃对 它是分南北吧 然后我们这边属于南宗的祖庭 南宗祖庭 哎哎哎吹一下 吹一下啊 这个就上电视就麻烦了 没没没没事 吹不好再来一次 这边不要紧张 我这水平能吹吗 这是齿巴是吧 对对对 能吹能吹 谁不能吹啊 谁都能吹牛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我们师父来了 师父来了 啊师父来了 师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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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哎呀 哎呦 我们现在迎接了 哎呦 周老师啊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师父 哎师父 啊 太棒了这里 这家大塌 哦 太美了 太漂亮了这里 是 这边有一个瀑布 这叫铜白瀑布 这个瀑布比黄果树的还高 哦 真的是真够高啊 空山不见云 弹文瀑布响 哎呀太对了 是吧 得把这一句抄下来 来徐老师坐会 随便坐 坐会 哎呀太好了 他一会儿风一吹 就来 就拍到了吗 美杰美杰坐下坐这 好的谢谢 多仙气啊 多有仙气啊 您刚才讲跟他们传戒 这个道士要守的基本戒 是什么戒 一共有三坛大戒 就是初真戒 初真戒 中极戒 中极戒 还有天仙戒 天仙戒 初真戒十戒 一般你们听见 都会很难受的啊 中极戒就多一点 三百多戒 那十个的就行 先来个十个 先来个十个 先来五个 先来五个就行 佛家讲 杀盗一望九 杀盗一望九 先是这五戒 道也讲这个 那这个那几百个戒 就包括生活当中 很多自我约束吗 对对对 那生活的乐趣在哪了 这么多戒 生活的乐趣呢 和先人的乐趣正好反过来 赵哥你念一下有哪些 你觉得我 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不得愧愧妇女 烧生淫念 哎呦呦 对吧 你看第八戒 不得杀害一切众生 悟命 不得其余两舌 不信 不准说漂亮话 不能欺负老幼啊 不能欺狂同学啊 甚至 不得嫉妇同学 嫉妇都不行 甚至说不能不能这个溺爱弟子都不行 是吧 对吧 不得投书 呃 这这个贱人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写诬告信 就写信 去 去 去污蔑别人 哎呦 我觉得你给我们当那个放戒的还挺好的 我见了我都听懂了 不得求知军国事务 学儿这说你的 你不得占卜军国事务吉凶 哎呀 你看 其实大部分都是善的嘛 都是 对吧 都是好事 不能无故砍伐树木 不能无故 呃 不能这个就是 反正卸人隐私 对吧 呃 不得夺人暗示中火 这很善良啊 嗯 人家那个家里有一个烛光 你不能夺走人家的这个 不得 那在这个咱们当然经常犯了 不得与女人独语独行 哈哈哈哈 哎呀 这这这咱一路上都在跟女人在一起 但我们不是独独吗 我们没有独语独行吗 没有独语独行 昨天就跟韦杰独个就到你们老家去了 哈哈哈哈 独语独行了 独语独行了犯解了 道长我特想问问您 就是这个选择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 缘分 因为当初我来的时候 你是偶然的机会从杭州来 对 偶然被我们那个系主任给拉过来玩的 您当时学什么呢 学的是电脑 电脑啊 哇哦 我听说您还是留美的博士呢 我在那边前前后后待了二十多年 在美国 嗯 是我师父走了以后 语化了以后我去的 嗯 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已经是 我已经是学到的了 那怎么是博士呢 他那边有个读书嘛 就是顺便读一读 然后就 顺便一读就读了个博士 哈哈哈哈 我以前是学数学的 师父凡尔赛了 哦以前学数学的 很早很早 以前学数学的 然后又学电脑 啊 然后呢又跑到那边去学了学这个 呃继续搞了这边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电脑当时挺有挺好玩的嘛 对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 道教的很多事情都跟 数字化有关系 现在很多人一般就是焦虑症啊 嗯 神经衰弱啊 嗯 这个反正身体不协调 身心不邪 对 你觉得道教有什么方法 能够给这个 不是信道教的人 给我们点营养 就我们这样做 也能够身心和谐一些 呃 主要是 皇帝内经上不是说吗 嗯 甜淡虚无 甜淡虚无 精神内守 精神内守 你就可以活得长 我们现在的人生呢 是不太甜淡的 是比较热烈的 嗯 是吧 而且是玩命的在追求那种身外之物 嗯 然后呢 精神就守不住 精神守不住呢 长期守不住呢 它就消耗你的 就是原神元气 就是内耗 所谓内耗 内耗很厉害 安静内守 内守 是好的 是有益于健康的 对对对 嗯 你比如说我好像有一次听一个人 哎我他说啊 怎么样就是不不消耗这个原神气 比如你看风景的时候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注意力啊 就看见哎呀好吸引好吸引 就这精神全投射过去了哈 他说你看的时候 你有点 觉得要把它含进去 要把眼前这个景色往内含 对了 就往里含在眼睛里头 对 不要把这个神看出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要被他吸走 就是他说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好像有点往里含着的劲儿 对对对 就是这个就是您说的 哎呀 你这已经讲透了 我讲透 天机就泄露了 你刚才那两句话 是吗 嗯 您就您平常就是这样的 我平常就是尽量不看 看一看差不多拍张照片就得了 行了 哎呀 我们平常太多被周围的东西 夺走这个注意力了 对对对对 这个在皇帝内经的理论来讲 就是对人的这个精神 是精气神是不好的 就是不要太过分的 尤其不能动情 比方说 哎呀 太漂亮了 我都受不了了 那就不行了 哎呀 你说的就是我刚才啊 我看见这景色 我就说 哎呀 我都受不了了 精气神有七种 七种耗费的方法 喜怒 忧思 悲 恐 精 你老琢磨那个事 他就会耗神 但是人每天碰到那么多事 怎么可能不牵动自己的心情呢 所以我把它改进了一下 就是你完全没有是不行的 多了也不行 所以我说呢 七情六欲的时候 你就把它控制在三十秒之内 就是我可以激动 但限三十秒 三十秒 你比方洗吧 就是伤心的 你可以高兴 不要太高兴了 不要太高兴了 微笑就好了 嗯 就是 持续最多三十秒就停下来 就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 不要使劲的这么下去 简单的快乐 就是微微的快乐就好了 微微的快乐 因为你每次在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 你的气就跟着跑了 如果你用你的神呢 把它合在一起 不要叫他跑得太快 他慢慢时间长了 他就 他就合在一起 我们叫性命双修嘛 心性和命 它是合在一起的 你们这什么是性 什么是命 性就是你的精神 你的一个精神状态 就是你的神事 神事 这都是本性 就是性里边的 心性里边的东西 心性 命呢 命呢 就是你的生命的原神元气 元气就是命 原神呢 就是我们的性 用现代的话讲 就是把精神跟生理的东西混起来 混起来 比方说 人不要太忧郁了 看问题要清醒了 等等 这些都是性格上的问题 但是他把它跟人的身体的一些机能 混起来调理 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过分的这个情绪 推到一个极致 其实每一个天下万物都会这个 只有人是控制不住的 因为人有一种文明的机制 就是把你那个本来是可以差不多就行了的事情 这样给搞得极致去了 人 自觉跟动物的不同 是我们有精神可以超脱生理 嗯 那他就是要回到 就是说你很多的问题 他就是要跟生理相关 就是我们为什么道家 他跟这个生命 特别结合的很紧呢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生命啊 呃 很不容易 活个一百岁 一般都不太不太容易了 对啊 你只要别太过分 就问题不大 差不多就行了 就是简单的说 当然内敛呢 是说你把你的气和 元神元气给他合在一起 他有一些方法 像打坐啊 啊 战装啊 啊 太极拳是最简单的 你在动作的时候 很柔和的时候 他的神和气就是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要照西方心理学的来讲 他要问你 就这个神 元神 是什么呢 呃 我们这样想可能就比较好办一下啊 嗯 就是 元神 他是先天的 元气也是先天的 但是呢 我们人呢 对先天的东西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 啊 你要通过修炼 你会发现先天的东西 和后天的东西怎么转换的 因为这个 你一讲到心理学 我就想起来了 这个荣格啊 荣格 他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的人 对 荣格为什么会讲到潜意识 他是看了一本道士写的书 搞修炼的 里边讲元神元气 我知道 叫金 那本书叫金花 什么 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 荣格就是在 看到一本有人翻译的中国道家的这个书 就是 然后呢 他因为他就讲这个集体无意识 他就觉得 中国道教里边所讲的这个元神呢 有点接近于他所说的 这个集体无意识 是是是 嗯 我们叫做 人的本性都是一个太极 就是集体无意识 太极无极 首先是收心啊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收到你身体里头来了 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体里头的所有的 可以感知的东西 在他前面都有一个原动力 对 就像 就是说传统演的瑜伽啊 他比如是讲一呼一吸 讲一些体内的觉知 我用语言说出来 大家谁也听不懂 我当时也不懂 但当你练了一年之后 你真的发现你自己 能够感受到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说的都很到位 您觉得您每天心情都很平静吗 非常宁静的愉快 看出来了就感觉 对对对 我告诉你咋回事吧 道德经常说了一句话 道之为物为皇为乎 恍惚嘛 对对不对 对 呼吸恍惚其中有相 对 就是你看不清 这是他说的 没有 然后下面一句话 咬兮明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 就是有一种精华在里头 真 其名不去 他讲这个 就是说 你想学到的话 你现在要懂得在恍惚里头发现那个真相 嗯 对 你现在很认真的情况下呢 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必须在很恍惚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就是若有若无之间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您今年贵更啊 我还小 我还才才才年育古稀还不要紧 您这个皮肤怎么那么好啊 看着你看红润 好吗 这个跟修 然后眼睛也很亮 跟练气有关系 眼睛也特别亮 就是 就是别消耗嘛 不要太过分消耗就好了 当然我现在还没做到 我是要求大家十点钟以前要睡觉 天台山这种地方 为什么道教他都选择这种地方来这个修炼 这个地方地气就特别好 你看我们那个仙鹤 在山地下养了至少五年不生蛋 拿到山上来第一年就生了一对 结果那个 就把他带走 就大仙鹤带走了 带下去他又不生了 肯定的啊 这个生活环境有关系 这个真明显 鹤油如此 人何以堪 对吧 咱们到了这也得下蛋 住房环境啊 就是天地之间啊 它互相有个平衡的关系 人的生命的本质 不就是欲望吗 就不要过分嘛 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怎么怎么 现在我们的文明是很过分的 玩 像玩白天玩 整天都在玩 大人玩 小孩都在玩 那太过分了 也不是说不玩 不玩也不行 也要稍微玩一玩 但是别玩了太过头了 你看这个道家跟中国的中庸有关系 他不是说绝对不能干什么 那要有所节制 如果你把控不住 你特别过分的那个悲伤什么 你看经常有悲伤的 最后就会死掉了 心痛心碎 心脏也不行了 也有高兴死的 也有高兴死的 过分狂喜 看世界杯 自己的球队进球了 心梗了 你看 七情六欲都可以使人死的 是现在都得到西方科学研究的证实啊 就是你这个心情过分的 对吧 悲伤 对 你不睡觉 免疫能力都下降了 是是是 就是原神元气合在一起了 你就老是高兴 怎么做呢 你要下点功夫修炼嘛 多睡会儿叫也行嘛 你就多睡觉嘛 他不跟你说你就缺觉 你不用练 你就多睡 他还真没说错 像我这个老失眠的 你就多睡觉 能睡饱一觉 第二天 一百病 你可以高兴一个星期 对 对不对 你叫睡好觉 没错 没错 人家话说的这么简易 比方说啊 我见到 有人喜欢 做事情 对 其实是他的能量 他控制不住了 对 就像你能量太多了 烧的 你总要去 发泄一下 没错 我就我就想告诉他 一件事情就说 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放松一下 不就很简单了吗 但是一般来说 我要跟你说放松 你是放松不了的 因为你觉得放松 感觉不好 就嫌得没事做 是不是 这感觉 嫌得没事很空虚 他挺逗的 就或者放松了 事情会做得不完美 其实没有不完美 其实你已经 远远超过完美了 但是你还是觉得不完美 你 就你 就你说 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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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是现在 我们在开发一个山林文明 哦 你实在熬不住了 到山里头 躲一躲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竭尽努力 去追求 去做的事情 其实也有可能是一种自伤啊 在消耗自己 其实 嗯 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事情 就是你完全可以非常放松状态下 同样获得同样的效果 你像老鹰飞那么高 不是他使劲 他根本没使劲 他自己就飞那么高 你知道我们人 离第三尺都很困难 还不要说飞了 是不是 对 他最自然的状态就是那个镜 你就把你最自然的状态表达一下 你就行了 自然 自然 反正就不想的 不如意的就放在一边 就算了是吧 就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死了 现在雾快散了 哎 你马上就能看见 这个黄西呼吸其中有像来了 哎呦 黄西呼吸其中有像哎 人刚说了情绪不能过于激励 对对对 三十秒 你可以黄后三十秒 三十秒 哎哎 看看 黄西呼吸你都来了 这就是黄西呼吸 哇 太美了 这个太漂亮了 太美了 我的天 太美了 然后我们就想用手机去占有它 赶紧去占有 赶紧去占有 不然调就没有了 不然就没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调 云海茫茫啊 这真是修仙之地啊 这才是天台山的奇观 咱们前两天都看啥去了 就什么都没看着 就这才好呢 哎呀 真想变成一只鸟啊 飞到那个方向上 你看见的就是一股啊 一个山谷的白雾 这是我能看见的风景吗 这是神仙的洞府啊 这才当得起道教南宗的这个祖源地啊 有这样的瀑布啊 而且这两天的运气特别好 如果不下雨 没有 是吧 没有这样的雨啊 正前有这样的雨 对对对 而且还有南极先锋的脑门 你看那个脑门 隔着就下 就是有仙人指路 今天刘老师 你看咱们在国庆寺 偶然碰到 对对对 你把道长都给我们找来了 又是一位仙是吧 那我能怎么样 天台值得来吧 太值得了 你的 你应该为你的家乡感到骄傲 你我现在感觉腾云驾雾 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是吧 邓老师我提醒你一下 三十秒的问题 三十秒 不能太过分 只能高兴三十秒啊 要射神内守啊 对 而且道长那个气质啊 眼神那个气息 一看就像是心里稳定的人 对 又幽默 哎呀你看这个云迈上来嘞 云迈上来了 全倒了 所以这个景色一直在变换 不须此行啊 修老师 这不须此行了吧 完全他天台山 真是没什么宣传 人家并不知道天台山有什么大的 天台山啊 最后咱们临走了 才向我们显露真容 啊 安能催眉则要事全贵是吧 使我不得开心也 当然了我给你说啊 咱们有这样的风景 生活在这样的仙境里 那确实没必要 催眉则要事全贵 行那行 那行我们修点 伟杰上车了 哎呦你看白日 太阳多好啊 对对对 对 这就是元神 元神 哎呀我刚才就想到 这就是元神 你看他透力多强 你看一团白光 对对对对 这就是元神 你练就练出来这个 就是你感觉到有个明日 把你身心都照彻了 就一下子就照透了 睡沟了就好了 睡沟了就好了 睡沟觉就内心光明 对 是其实是哈 在您这儿得了 太大的智慧的激发 谢谢谢谢 今天受益飞浅 谢谢 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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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徐老师每天咪咪灯灯 为什么呢 他就是啊 他耳水不平衡啊 哈哈哈哈 这两天已经不是耳水不平衡 这两天已经美妮儿时综合症了 哈哈哈哈 差不多 哈哈哈哈 有可能 哈哈哈 有可能 那个病是没法医的 你觉得 您太这个嘴 实在是太孙了 不不不 他有神剧的 儿水不平衡就是没妮儿 他这个中间很难区别的 哈哈哈哈 对没有那么可怕 谁 就是这个没妮儿 没妮儿 听上去可怕 主要这个人自己身体很好 然后不让我们吃 不让我们睡 对 一吃一睡就说我们生物 哈哈哈哈 然后他总是问 你们还要吃午饭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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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最近一致怀疑 自己饿了吃饭都是醉过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绝对不住 吻涛了 我在身上累了都不敢睡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临行留下一期话 咱们就分道扬镳 非常感谢这个强强行天下 我们这个文涛兄 不忘初心 让我能够达成心愿 在这个作为江南人 重游江南 对 而且到了天胎 对 回到自己的故乡 寻根之旅 收获很多 又重建我的最早的研究对象 尼达夫的故地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感谢 但是 行天下刚刚开始啊 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哎呦 这个 但是我主要关心的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锻炼 是吧 你这个有没有意识到今后这个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能 又提这一场 又提这一场 我这有几个深刻的教训 对 你这次回去 爬山 这次呢 爬一个楼梯都爬到我 这个快爬下了 咱们上一季我还说呢 我说这 修老师咱们还得再聊50年呢 对吧 浪漫主义的想法就是 和你们的节目以后去南美啊 去什么南极啊等等 现实的想法就大概是最后一季 不是 这次也是我们的一个缺失 徐老师你放心对吧 咱们俩我永远不会那个干嘛的抛下你的 我知道徐老师要练习 我已经跟我们导演说了 我说这次的缺失 下次的必备 要给徐老师准备轮椅 推着 我推着您老人家 我推着您老人家 走遍全世界 我绝对给他弄一个轮椅 我已经非常感谢了 因为走过山路一天风 就有美女的福 哎呀 这个真是哪里 除了在这里哪里有这种待遇啊 没错 你其实是故意的吧 对对对 其实是故意的吧 下一季准备轮椅 再下一季 我再准备一副单价 俩美女 连徐老师这一季走得好好地 揍人家下一季做了你 他在我听来这是个美好的祝愿 美好的祝愿 谢谢各位 谢谢许老师 一直送到上海站啊 香港见 好好好 哎呀 咱们也来一下吧 哎呀 我们算了 我 小点 无情的拒绝 小点拥抱你一下吧 你的可以拥抱 好好好 还说是多开箱 那那那 先戴一下麦 先戴一下麦 对 对 对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戴着麦呢 这就人生巅峰 马上就不行了 列队 列队欢送 十二日拜拜 一路顺利 拜拜 一路平安 拜拜 不是 我上一季 我说 我说你要是说 因为做我这节目 有个单向的字 你得会就一辈子 对啊 你说我这一辈子 如何能够原谅的 这节目 他说 你就给我拍个纪念专辑 哈哈哈哈 对 就我要拍什么呢 我们四个人脑袋 脑袋冒出来 对 你不用看这镜头 里边聊到处指着点点 走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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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点儿老人 哈哈 许老人 太开心了 我都 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来的 却故所来尽 苍苍横翠微 行吧 走得像残兵败将吗 哈哈哈哈 人自觉跟动物的不同 是我们有精神 可以超脱真理 本节目由酱油里的头一道 海天老字号365高鲜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资部国报 东哥哥交联合赞助播出 用匠心传承 将道地传世 明镜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钾要 传承 明镜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钾要